用飞牛顿流体打造泳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可以看到一位长发妹子正在展示十串一九的星宫水上飘 在这个充满白色液体的泳池里快速奔跑 当然这一切可不是因为人家练就了什么轻功 而是利用了飞牛顿流体的特性 它是一种存在于剑硬力与剑切硬变率之间 不是线性关系的流体 说人话就是它欲强则强欲弱则弱 如果拿一把锤子打向它 此时就会化生成坚不可遂的固态 无法将其穿破 而要用手轻轻抚摸它就会变得极其温柔 可以切而易举的穿透 想要制作它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水和淀粉按照比例混合搅拌即可制成 于是大胆的人们便在它的上面玩去了游戏 通过飞牛的流体制作的泳池 使人们都可以尽情地奔跑跳舞翻跟头 就连起一个自用车都能通过 甚至还要来一场有趣的足球赛 当然可千万不要在上面停留太久 不然失去了压力 像液体一样柔软的它 就会把你吸进去无法自拔 由于飞牛顿流体一些特性 人们也在继续地研发一些新产品 就比如如何用飞牛顿流体制作了解速带 面对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 它会非常温柔地让你痛苦 而要是超速行驶在与它接触的瞬间 由于受到重压会迅速凝固变硬 此时便会和遇到普通的解速带一样 会让你痛苦不已 那如果利用这种特质型制作防弹衣 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